梅根和哈里有望回归 王室释放五大信号 查尔斯主动抛出橄榄枝 哈里看似是个纨绔子弟 但是内心深处也有柔软的一面 送别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泪洒现场 如今迎来的千载难逢的忌讳 到底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能否回归呢 听小编娓娓道来 梅根和哈里居然有望回归 王室释放出五大信号 查尔斯这回主动抛出橄榄枝 看来查理三世败子心切 不断给哈里王子找台阶下 希望能够促成团圆 伊丽莎白女王在巴尔莫勒尔过世 哈里虽然当时在国内 但是却错过了最后一面 实在是抱悔不已 俗话说子欲养而亲不戴 现在已经是最好的回归时机 希望哈里能够把握住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王室已经释放出五个信号 给出了最大的诚意 只要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还有回归的打算 大概率王室也会顺水推舟 速成团圆的局面 信号一悲痛中团结一心 菲利普和女王先后逝世 对查尔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同时也更加希望王室成员能够团结 威廉和哈里虽然是亲兄弟 但是却存在种种误会 导致尴尬的局面不断发生 女王过世之后 王室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 给了查尔斯极大的压力 国葬上所有人都沉浸在悲痛中 一向高傲的美根居然直接流泪 上演了感人的一幕 信号二 王室F四组合成立 这是粉丝给他们取的名字 希望两家可以团结起来 修补裂痕和缓和关系 当四个人一起出现在温莎城堡的时候 所有的粉丝都沸腾了 提出邀请的人是威廉 但是拍板的人却是查尔斯 主动给哈里夫妇抛出橄榄枝 在国葬开始的时候 威廉贴心的引导梅根夫妇就做 上演了世界大和解的画面 梅根也越来越是大体 在国葬上并没有抢风头 而是让威廉夫妇走在前面 轴里之间还有了简单的交流 虽然停留的时间很短暂 但是足以达到破冰的效果 信号三 粉丝的大力支持 无论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曾经有多荒唐 王室粉丝还是选择支持 希望他们快点回来 两个孩子即使留着王室的血脉 但是却流入民间 这样做法肯定不妥当 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君主之统志迎来考验 粉丝更希望看到团圆的局面 俗话说水能在周一能复周 王室肯定会考虑大众的意见 因此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回归的可能性极大 信号四 允许哈里穿军装 这次查尔斯主动抛出橄榄枝 允许儿子穿军装首页 双方的关系迈出了一大步 从站位也能看出 哈里的位置仅次于威廉 虽然已经被贬为庶民 但是依旧占据重要地位 74岁的查尔斯还是妥协了 希望儿子能够浪子回头 至少不要继续爆料 这次的军装事件 一味是为双方和好的先兆 大众也希望哈里见好就收 信号五 无私的父爱 虽然查尔斯独宠卡米拉 引发了大众的不满 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哈里 俗话说孤独不识子 查理三世现在失去双亲 因此格外珍惜两个孩子 毕竟自己年事已高 需要更多的关怀和支持 哈里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婚后的哈里无比叛逆 但是查尔斯不光没有兴师问罪 而是又给了儿子一个机会 总而言之 查尔斯国王主动抛出橄榄枝 期待哈里方面的回应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在父子关系紧张 想要握手颜和肯定也需要时间 如今英国王室正在经历寒冬 查尔斯身边能依靠的只有威廉 因此才给小儿子抛出橄榄枝 继位后正是用人之计 假如哈里能幡然醒悟 回到王室也是美式一桩 比起在加州流浪 返回王室才是唯一的出路 哈里本人也有了危机感 虽然可以住别墅开豪车 也拥有宝贵的自由 但是这些都不能让哈里开心起来 以丽莎白女王国葬期间 哈里王子难言悲伤 深深思念自己的女王奶奶 如今父亲查尔斯也已经年迈 哈里实在不应该再任性妄为 回来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英国王室需要后继友人 哈里也是重要的一脉 查尔斯始终都没有放弃 只不过梅根有些小肚鸡肠 经常跟凯特争风吃醋 在他的挑拨下 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